欸嘿 早晚要幹嘛 開店的演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Poly 我是安琪啦 我們現在在 雖然在這台北東區商圈裡頭呢 在地經營一二十年的餐飲店 滿街巷弄到處都是 但是還有非常多的後起之秀 等著我們繼續發掘 今天不管是老店或是新店 還有知名老牌港式波濟茶餐廳 也要一併分享給你們 這間等等再來 那我們走 第一家帶你們去看的是老江家 這一家好像是最近才剛開幕的 主打的是中式的特色早餐 燒餅裡面不僅可以包傳統的油條跟蛋 還可以包沖爆牛跟沖爆豬 更厲害的還有炸蝦 每次過這個組合我們趕快來去試 太新鮮了 我們餐點都上了 今天我們點的是炸蝦燒餅 沖爆牛飯糰 然後我們都有夾蛋 還有一個是老闆招待的炸蝦飯糰 其實我們剛剛本來想點 但是我們想說克制一下 殊不知老闆又完成我們的小願望 點餐點太大聲 對 我只能說它的燒餅爆脆 爆脆你看我們剛剛這樣稍微捏一下 整個就脆眼 天啊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這種搭配的燒餅 你的燒餅有多長炸蝦就有多長 就是這麼的長 直接來試試看它有沒有像看起來一樣那麼的脆 對 ASM吧 欸 先說它的脆度我不用講了吧 超級脆 一咬就知道 再來是 我以為包炸蝦會有力 但完全不會耶 其實我還沒咬到它的生菜 可是它的炸蝦出力的一點都不油 那它這個燒餅裡面的主角炸蝦呢 它粉真的不會裹得很厚 而且它的蝦味啊 你一咬其實就會出來了 我覺得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好吃 不只是裡頭炸蝦的脆搭配燒餅的酥 再加上適當的美乃滋 我感覺就是非常奢華的燒餅啊 這個加未來的長鮮我覺得很可以 趕快來吃他們的蔥爆牛飯糰 還有炸蝦飯糰 外觀看起來其實跟一般的飯糰沒有什麼差異 但是裡面就是多了蔥爆牛 那我這個炸蝦飯糰呢 裡面就是有蔬菜肉鬆 再來就是炸蝦 其實我覺得它炸蝦的功能就完全取代了老油條 沒錯 非常期待 也不行 如果這兩個選我還是會選炸蝦耶 它的炸蝦夾在裡面完全就是我的 你知道嗎 我的愛 我喜歡蔥爆牛耶 蔥爆牛的味道很好 而且它的肉很嫩 嫩以外還帶有一點筋 配上他們這個蔥跟洋蔥整個味道非常的足夠 它的鹹香感非常突出耶 跟外面的有區別 非常好吃 最後它的飯糰的飯糰我覺得處理得也很好 不會過於黏也不會過於粒粒分明 吃起來整個就是非常的紮實保厚 總體來說他們家的產品 雖然是以中式早餐為基底 可是這有做出他們的特色 而且還是二十四小時喔 隨時都可以來吃 龜 大龜 飛爆 接下來第二間要帶你們去看的就是 在即經營三十幾年的老蛋糕店 翻新而成的食慾堂 之前我就吃過食慾堂他們家的泡芙 就對那個味道念念不忘 所以這次就納入慶單 想要分享給還不知道他的朋友們 本來入四段這邊走進來 就可以看他的招牌了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招牌有夠小跟芋圓一樣小 小小一顆 草莓玉米泡芙跟草莓玉米球已經在我們手上了 還有我心心念念的芋頭泡芙 那一定要說一下他的草莓玉米泡芙呢 他上面的草莓就有十片草莓 加上一顆完整的草莓 超多不熟不知道 非常厲害 而且他的玉米超厚超肥滿 我們剛剛先幫他剪開的時候呢 他泡芙的酥度也是為之高 再搭配中間非常濃稠的玉米塔士達 我超想立刻開蛙 直接來吃 好好吃喔 一口下去先吃到鮮甜多汁的草莓 再來就是非常濃稠濃厚的玉米卡士達 非常好吃 而且我覺得他的草莓是不是有裹蜂蜜啊 我覺得有吃到一點蜂蜜的甜香味 然後加上他泡芙的酥脆度 我覺得跟玉米的柔軟加上草莓的多汁 搭配起來 Wonderful 沒有別的形容詞了 真的就是Wonderful 好吃 非常好吃 那這款草莓泡芙呢 應該是他們冬季限定款 還好我們在尾聲有來搶一波了 值得 好吃 再來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玉米球 裡面的切蓋就是一顆飽滿的草莓在裡面的 粉配子真的是滿搭的耶 也是個療癒的甜點 十指大洞的顏色 這個玉米就是紮實的玉米味 完全沒有那種卡士達奶油的味 玉米香就更突出了 而且他們家的玉米球啊 裡面還有芋頭顆粒又增加它的口感 你知道一咬進去那個草莓爆汁 然後加上這個濃厚的玉米 好吃 現在要跟大家隆重介紹這一位 我私私念念 我第一次認識他們家的產品 就是這顆泡芙 芋頭泡芙 剛剛還是忍不住買了一顆 它的泡芙的餡就這樣子 滿到快多出來了 超級酥脆的耶 瀑布 日本款真的是完到 療癒 才好它一年四季都買得到 如果說去基隆要買蓮珍玉米的話 我跟你們說來台北就是要來買食芋糖的玉米 大推 推推推推推 第三間也是在第十幾年的老店 北門鳳梨冰 剛剛看老闆在挖餅的時候 這一碗滿滿的給它一直填進去 一點空氣都不留給你 真的不留給你喔 非常的扎實 非常的滿耶 一碗才55塊 那我這碗呢是花生根李鹹冰 這碗是鳳梨加芋頭冰 而且剛剛我們在點的時候老闆還說 這樣的搭配是最古早味的吃法 天啊這個芋頭冰也太好吃了吧 它有夠綿耶 這跟剛剛那個石芋頭是不同的綿法 完全入口即化 香溢在你的尺尖 你知道嗎 它是非常古早味的味道 非常古早味 而且我跟很多部落客他們在分享啊 他們說這樣口味吃來吃去 芋頭一定是必點的 最好吃 超好吃 這個真的是5分 我跟你講李鹹冰也是5分 太好吃了 這我很喜歡耶 對 它不是那種烏梅冰 也不是暴走族的味道 它就是它自己的李鹹冰 它又帶一點鹹味 又帶一點酸酸的梅子味 我覺得非常好吃耶 很特別 台北已經下雨十幾天了 今天剛好放晴來吃完冰 剛剛好 尤其夏天吃李鹹冰一定爆好 爆愛 一定更爽 鳳梨也是超清涼的 還吃得到醃漬鳳梨塊 它每個口味都很好吃耶 做什麼像什麼 什麼口味就該像什麼口味 欸這間一定要來吃耶 這間呢就在東區本園 對面的巷子裡面就找得到了 我完全不知道東區有這間餅店 我也不知道耶 打腿 大愛愛爆 你要來吃 接下來帶大家去看的就是早上開場的 波濟茶餐廳 大家呢來東區走過路過看過 但不一定進去過 波濟最早在04年在東區開幕了第一間的茶餐廳 而他們在經營十多年之後呢 又相繼開了波濟冰室 波濟茶點心 跟波濟打邊爐等等的港式餐廳 可以說是老牌中的老牌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這間創始店 波濟茶餐廳的招牌菜有哪一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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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 觀看 紅茶餐廳 嘅 都分好 可以 適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們家的招牌菜都在桌上了 總共有四樣菜跟三樣一品 品品的部分有鹹林青、冰淵鴨 還有這杯熱茶走 來搭配我們的法蘭西多士 還有冰火菠蘿油還有還有 咖哩街邊雜醉跟XO醬海鮮黃炒麵 它的料很多除了有肉以外還有海鮮類 蝦子、魷魚、透抽都有 真的是滿滿的配料耶 麵的份量也是非常的多 你看我的手都在咬 真的好香喔 應該要搭配一口肉來吃 有沒有一秒來香港的感覺 就看這一口了 它的厚勁有帶辣耶 它的那個辣絕對是大加分 非常好吃 那個XO醬很厲害 好甜喔 它那種辣呢我覺得是非常內斂的 就是讓你舌頭麻辣麻辣的 但不會嗆辣 再說到它的麵 雖然被滿滿的醬汁覆蓋 可是它公仔麵的脆度依然是在的 你知道剛剛那個醬啊 爆炒完之後淋在這個麵上面 多香多療癒 然後呢上面那一層的麵呢會比較軟一點 就吃到裡面脆度就來了 我很喜歡這種口感 我也非常喜歡 然後它的醬呢不會過於死鹹 非常的內斂醇厚 真的不要看它醬子喔 顏色很深 真的我覺得味道剛剛好 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接下來來吃 咖哩街邊雜碎 這個一上桌也是爆香耶 那個咖哩味雞香 它是源於這個香港的街邊小吃 咖哩魚蛋 所以裡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顆的這個魚蛋 最喜歡吃魚蛋 然後呢還可以看到有豆腐啊 鴨血 蘿蔔 貢 碗料非常的多 滿滿的 超想來一碗白飯 真的這配飯一定超好吃 超級香 來吃靈魂所在的魚蛋 嗯 好吃 超級重口味了 超好吃 這一道的辣度呢 就比剛剛那個再多了一點點 但鹹度也比較再鹹一點 然後裡面有一個比較像魚皮的東西 吃吃味道 好辣 它吃起來就像台灣的豆皮 口感的話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被醬汁浸泡了 可是它的Q度在喔 你看非常有韌性咬不斷的那一種 它只能讓你一口吃進去 不用分死啦 就是一人一塊 我覺得很好 我最近很特別 那這款的辣度真的是滿夠的 來 給你一些泥氣 沒想到 等到我覺得吃起來就是比較重口味的料理 但是我覺得如果再搭配飯啊 或是其他的白麵包非常的搭 但是怕辣的話可能要想一下 就是這樣子 那更正一下 剛剛我們吃到的這塊呢 它是豬皮不是魚皮 那也因為它只要進到湯汁裡面呢 就會軟掉 所以他們都會在料理完成之後 直接放在最上面 所以你一剛開始出來吃的時候 一定最酥脆 好吃 再來是 再來是我們最期待的西多士跟這個菠蘿油 我先跟你們講 它的菠蘿油呢 不像是外面的只有奶油而已 它裡面還有夾了午餐肉 起司跟冷餐 看起來就非常的飽富啊 它這邊的西多士呢 它上面本來有一塊奶油已經融化了 剛剛一切下去 哇 超juicy 那個汁就這樣流出來耶 港式小點就這兩個一定必備啦 趕快來吃了 這兩個樣真的是超級大必念好不好 這個西多士呢 不要看它只有外面這個蜂蜜 它不是一般的西多士 它裡面中間還夾了花生醬 哇 這一咬下去真的會被嚇到耶 你怎麼會出現在摺 很好吃 但是熱量也會嚇到 再來這個菠蘿油 我從來都沒有吃過這樣子的搭配 它裡面那個午餐肉的鹹香 哇 還有那個嫩蛋 這樣擠起來我覺得非常厲害 我其實很怕這種 容易這種肉桶都會滿乾的 欸 它是有汁的耶 因為咬下去整個是mix在一起的 讓整個麵包不會乾 以外那個油汁又很香 非常好入口 很厲害耶這個 太好吃 桌上這些都必點啦 真的 那最後就是這裡的三杯飲料呢 先說我手上這個有冰鴻鴻 剛剛一喝進去的時候 哇 咖啡香這樣慢慢的帶出來 而且甚至咖啡的焦香喔 它不是只是單純的奶茶 是咖啡拿鐵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咖啡味做出來非常的香 很好喝 這個有咖啡味 我很喜歡耶 對 再來我手上這杯鹹泥 其實也是厲害的 他們跟別家不一樣這種丟黃檸檬 他們還加進了耗費幾個月 醃漬的綠檸檬 所以喝的時候奶喝到一點這種檸檬的渣 檸檬香氣非常的不夠 整杯就是檸檬汁的概念啦 但我覺得它這邊喝的 跟我在外面喝的又有不太一樣的區別 我覺得這邊的很好喝 可是因為他們有自製的 剛剛奇拉講的那個檸檬 有用心 對 有用心 最後是我們這邊熱茶走 那熱茶走的意思就是不加糖 反而加了煉奶 來喝喝看會幾下滴滴 它的牛奶非常的厚耶 就是會在你喉嚨這邊的感覺 就嘴巴會有抹的那種奶 對 非常的濃 然後真的是不甜的 這個早上喝就會溫暖一整天 喜歡 那我們現在在這間的波際茶餐廳 他們在3月10號到4月10號期間 有他們19週年的好康活動 總共有3樣好康 好康1 單筆消費只要滿300元 就會獲得一個好禮刮刮卡 好康2 身分證字號內 有19或2003年出身的來電拍照打卡 就會送咖哩魚丸一串 好康3 反點淋茶 寧命鴛鴦絲襪加十元 就可以升級大杯700cc的飲料喔 那我們波際茶餐廳已經結束 可以看到他們的右手邊 就是剛剛提到的波際賓室 而左手邊呢 就是他們的最新品牌波際 是在打邊爐 我們真的要去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波際詩呆打邊爐 那他們陸續上菜 我們晚點再一道一道介紹給你們 我們現在是他們家的黑房雞腳 欸 沒看過這麼大隻的雞腳欸 超級大隻 真的是雞臉大雞腳 1.5倍大米市面上的 你們看 然後他們說一定要熱熱的吃他們入口雞 直接來試 我只能說整隻滿滿的膠質 搭配他們蜜製的醬 非常的好吃 它非常的清甜 可是又不會過鹹的那種滷汁 非常的厚醇 很好吃 我以前想要買冷凍的回家欸 因為他們說他們冷凍的 其實你退冰之後也會有那種雞腳凍的口感 而且是很好吃的 欸 真的很好吃欸 而且這種是一隻超大隻 吃得很爽 嗯 那我們就邊吃雞腳動作開胃的菜 邊跟你們介紹這滿桌的菜策 他說這碗皮蛋拌麵呢是有點帶辣的 你們看它的焦麻給的算多的 等一下拌下去 一定會讓整碗的麵條都吸附焦麻味 拌麵就是最怕醬不夠 這碗醬一定夠 而且搭配我這碗麵喔麵 嗯 嗯 裡面來吃 加皮蛋我太喜歡了 先說它的麵真的吸附滿滿的焦麻味 以外呢後面帶出來是芝麻香氣 最後再吃到精髓的皮蛋 把整碗麵都融在一起了 厲害的不只是它的皮蛋 它的泡菜其實也是提味滿分欸 我覺得剛剛吃到後來 那個泡菜的脆度 就在把我叫食品吃 我覺得太厲害了 它的口感層次非常的多元 很厲害 嗯 我喜歡 不過來這邊當然不能支持它的主食 最重要當然就是這個主菜 這一鍋 青黃鍋來的 這個青黃鍋你們不要看它顏色很顯眼 但它其實都是用天然的食材去熬煮的湯頭 那這邊這個黃色的啊 你們可以看 它裡面就是有泡菜啊 南瓜跟黃甜椒喔 熬出這個黃金酸湯泡菜鍋 那這邊綠色的湯頭呢 它是主廚特別調製的青醬 融合了青辣椒 青蔥還有糯米椒 燉煮出來這個青醬焦麻鍋 蔬菜盤 那我們蔬菜都倒進去之後呢 這邊也要跟你們介紹一下 他們的獨門丸角類 都是手工製作的 尤其是這個花枝燒賣 平常我們看到的花枝根啊 都是這樣直接擠進去的 他們這邊非常用心耶 做成燒賣的形狀 把港式結合進去了 非常可愛 趕快讓它入鍋 那當然現在要來喝它的湯頭 才知道是什麼味道 我這邊的味道已經出來了 我跟你們說 它的泡菜啊不會讓你覺得過酸 重點是啊 你真的喝得到那種南瓜煮辣的那種鮮味 非常的甜耶 甜酸甜酸的 我這邊的綠色的焦麻鍋呢 它的辣度不會太高 可是你喝得到它的青辣椒的味道 非常的香甜 而且真的是有帶甜味的喔 我這個也有 真的是食材的那種甜味 對 天然 Supernatural 真的是熬出來的味道 很清爽 我覺得 只是夏天也可以吃得過多耶 我覺得 那當然有了菜有了餃粥 當然不要忘了它的肉 我這盤呢是沙朗牛 這盤是梅花竹 他們家的肉主打就是非常的大塊 你們看能夠吃成這樣子又薄又大片 這就是刀工 感覺用一下就可以吃了 就是那種鮮嫩的那種 肉真的很嫩 再搭配這個酸甜的湯汁 而且你知道嗎 好好吃喔 在這裡你根本就完全不需要配料 醬料 直接這樣吃就很好吃了耶 煮茶的新鮮真的很重要 來 火鍋界的燒賣 我剛剛給你們看它的剖面 它的花枝有多少 真是真菜實料耶 你看它裡面就看得到有紅蘿蔔跟冬粉 冬粉已經外露了 你完全可以知道裡面肉的鮮甜 然後再搭配一點點的香菜 但是香菜已經煮爛了 完全沒有我討厭的味道 我覺得他們的餃子真的是可以出心裁耶 每一顆都有心意 那台灣人呢吃火鍋一定要加豆皮 這邊就要告訴你香港人吃打邊爐 就要加響鈴捲 也是這邊的特色捏 西滿湯汁不用說 超濃 第一次吃這種濃郁 我覺得響鈴捲跟豆皮吃起來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那個油炸感更低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完全就是西飽湯汁的一道料理 好吃好吃 嗯 好好吃喔 跟你們說今天我們桌面上的所有餐點呢 都是店長的招牌菜 不管是這邊的小菜主食 甚至到了火鍋料 以及湯頭 都是這邊的特色招牌 我真的覺得太厲害了 因為我們目前吃起來 沒有一道是不驚豔的耶 沒有一道是外面吃過的味道 對 太厲害了 蝦的肥喔 哇 蝦子跟雞爪有個比耶 欸我跟你們講 每間店有生日裡真的不意外 這個是我目前看過 最帥的生日裡 超精緻 蝦蘋果冰淇淋 我要瘋了 太可愛了 欸它超逼真超凝真耶 你看那個皺摺 怎麼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店長說這是他們的正店之寶 欸生日裡然後這個會超開心的吧 對啊 一定排爆 已經瘋了 欸它這蒸到有點捨不得吃 對 就這樣趴著你捨得吃嗎 好硬喔 我只能說也不是隨便的冰淇淋 就是有隨便的冰淇淋 它的冰淇淋是有嚼勁的喔 不是那種軟軟的沙沙的那種 你吃進去的時候會有快感 我覺得它的口感吃起來 很像土耳其的冰淇淋耶 有彈性喔 有Q度的冰淇淋 狗狗的肌膚 剛剛不是很心疼嗎 不要吃頭就好 一個生日裡而已 那這間伏計是在打邊爐呢 他們的消費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套餐的跟單點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經營 你就用套餐的 第二次來的話 你就可以擇起所愛 選自己喜歡的配料囉 那目前這間店是採電話預約制 所以喜歡的話趕快打電話來預約 不然吃不到喔 總的來說 今天來到東區吃美食 真的可以從早吃到晚 不僅是上班前的早餐 或是下班後的約會應酬聚餐 都可以滿足一個味 那今天特別感謝波濟的邀約 讓我們可以知道 茶餐廳還有打邊爐 這邊都不知道台北 有這麼港式的餐廳 尤其是最後一間的波濟打邊爐 完全把台式跟港式之間 那種醍醐味完美的結合 而且兩間店的都是燈光美氣氛家 什麼都很到位 真的推薦非常值得我們來試吃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 中校都化美食外景客集 希望大家記得喔 訂閱我們按讚分享 可以聽到小鈴鐺 IG、Facebook 追蹤到今天五樣都推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